首先我真的沒有什麼心想的時候說一下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無端做黑卡 Promotion 究竟黑卡是什麼 讓我美美到來 我大約記得你提我一下 我們2015年12月開台的 是不是到了2016年 只不過是2016年 只是2015年 2016年2月 不是馬上那一年 應該就是2017年 這麼遲嗎 是 OK 2017年9月10月左右 那時候鱷魚就說我們虧錢啤梨頻道 其實我就不知道怎麼虧錢 不是啤梨頻道是整個台 沒有虧錢 於是 於是就要做一個計劃 不是那個不是 那個有一個三千多元的年費計劃 就是年費計劃 啤梨頻道就說是否繼續做這個節目 因為當時曾經 退變過 就是那些風格 曾經就伸延到七個台 八個台 又是旅遊台 旅遊台有四海高 阿嘉哩宮 對 就是 阿嘉哩宮 然後後來又 好像在那段時間 因為我記得是 一到完後我們出黑客 下一年 又白合一番 然後開始有些 警告字句 有粗口 我真的不記得了 我真的不記得了 OK 總而言之 大約要夠忙 就一定要在限定指定限期 如果你說是17年 就是17年12月31日 還是20日之前 是 就要有多少人 去付多少錢 一千人 去付多少錢 好像那錢也有幾十萬拿回來 是 OK 好了 就達標了 好了 那時候我們就想 這樣如何刺激一些人 要願意他們 去付這個錢 於是乎 就是當我們的會員 於是我們推出黑卡計劃 也說明以後是不會有的 所以現在我有沒有破壞了我的承諾呢 那又沒有 我覺得 為什麼呢 因為那張黑卡 真的跟我們現在相一模一樣 但是他們是每一個人有 他們個人號碼 有些還可以指定 我喜歡168 我喜歡9號 是的 OK 我那張是0001的 我只會指定我那張 OK 這樣就是有名字的 押了名字 逐個名字不同 譬如Markin in Barry 就Markin in Barry 是這樣的 好冷高級 真的好冷高級 好了 但那時候我們做這些卡是怎樣做呢 譬如你說 那時候我們issue好像是1000張 寫1000張 也很多的 但是那張卡一印 最便宜的報價回來最底 就不只2000張 譬如 我們1000張 那怎麼辦呢 另外那1000張 難道要死全家嗎 於是乎就是白卡 所謂的 是沒有壓自己的卡 一直扔在那裡 就沒有用過 後來我們2019年3月出來開台的時候 我們 就說 給人家做會員 那時候他們不知道youtube有多少收入 不知道開拓產品會不會養氣的台 其實真是戰戰兢兢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地方中 我們的七樓衣室 其實只有實用面積300多尺 就做了 showroom 寫時樓 studio 什麼都做了 但那時候是有好玩的 當時最慘是上來買東西 1個6點 因為中間沒有東西隔著 一定會被你吵了 一定會被你吵了 按鐘你更慘了 我不會吵了 是不應該按鐘 你就進來買 最慘的是 那時候我們有幾個年輕的宣傳人員 因為宣傳人員很小 所以我們在做節目的時候 已經可以 一邊看著宣傳人員 是 很慘的 那時候我們就說 如果你們做的話我們會有白金卡 就是這樣想 但什麼時候才會有白金卡呢 2047 黑卡其實我們都說了一年多才會被人家 起碼一兩年 那何況 白金卡 好了 那天我去看一看一看撿東西 有突黑卡在那 那怎麼去促銷呢 擺明是促銷的了 也都醒醒大家 因為老實說 我們的台跟很多其他台一樣 也跟其他台不同 其實 以我們這樣去收費發言 有人去訂閱我們的節目 或者我們YouTube會員 其實已經是要很 感激的 我們要說英文 很感激的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D100有些台有些節目 它是不給錢 你是聽不到 聽不完 但是我們 你不給錢 其實你都可以在YouTube看完 或者YouTube 重溫了 是不會少任何一節 所以你竟然都有某一程度的 我們 有某一程度的訂閱者 其實就應該要深存感激和善念 OK 好了 但是我們始終都是想做生意的 為什麼呢 在做生意除了賺錢之外 也是維持我們的台 一個重要的元素 那怎樣去促銷呢 於是就有這個黑卡計劃 真的沒得受 第一 它跟 第一批那批黑卡有些不同的 為什麼呢 別人都有壓名的 那些不用說 就是說你現在做會員 你給998元一年年費 你就可以有一張黑卡 這個說真的 真的是限量化行 因為我連稿都沒有賣 想再印都不是這樣的 我的志其一 其二 你給998元 竟然可以有這麼多贈品 第一張黑卡 第一就是那個 金湯刺 翻貨了 金湯刺 佛跳牆 和這個紅燒刺 三減二 價值五百多元 已經 這是我的賣價 如果你說吃的價值超過2000元 因為你外面吃不到 我夠膽敢這樣說 另外有348元6元的老龜龍 老龜龍這個註冊 註冊商標 這個古法傳統的龜靈糕 價值348元 價348元 只是我的賣價 外面你也是吃不到這些 另外還有賣黑卡 那裏有900多元 市卡無價 所以你給900那18元實在太划算了 當然反應是非常熱烈的 OK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往後這幾天 繼續上來 就是給我們一些鼓勵 給我們一些推動力 為什麼呢 我就不會說我每一天在這個 刀口上面生活 或者是戰戰兢兢 我沒有這個心態 為什麼呢 我好像長毛那句 我不想說長毛有首詩問 行怒愧作 深常坦 深處艱難 欺若雄 你這樣你真的有背 劉海叔 我知道你 但是你有背 OK 這麼多年 他說了 我現在真的是欺若雄 OK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我看到 其實每一次我們看到一些行家 走 我不知道你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為什麼呢 證明他也能走 證明如果我也能走 證明不讓你們出境的 是要贏 烏漫 是不會的 我們愛國 愛黨 林鄭月娥說 你們可以新聞 一點事由少了都沒有 你們可以繼續批評政府 對不對 那我們就做這個角色 好 回來第二節的 啤梨晚報 做了我們的會員有什麼優惠 除了 是不是有買東西優惠 其實一般來說是沒有的 是不是有優勢買東西 都是沒有的 因為是一種支持 什麼都沒有 我為什麼要做會員 有人敢問 第一 真的是一種支持 第二有一張卡 第三 其實你都可以進入我們的網站 這個網站暫時是流流的 但是遲些就會很厲害 為什麼遲些會很厲害 到時你們就會知道 你可以在我們的網站 下載我們的聲音重溫 有沒有樣子看 其實你要看樣子 就自己想辦法 其實坊間有很多這些免費軟件 可以做得到的 那麼 或者下載我們的聲音重溫 尤其是你坐車的時候 聽LIF 不要說聽重溫 有時你又想打機 又想聽一下啤梨晚報 你今晚說什麼新聞 那時候 你開始做畫面 雖然很多電話現在都可以用到兩個畫面 但是還是沒有那麼方便的 那你就只聽 有什麼好看 有幾條、兩條馬路 說真的 雖然我們在那麼多個網台節目裡面來講 那時候惡如一句說 那這樣是錯的 兩個人坐著兩個馬路 就是這樣在說話 就是有多些製作 限於這個條件 我們製作是少的 但是我們就盡量加肢體語言 如果我不知道 我少看別人出現的節目 基本上是沒有看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這些節目 好像我們那麼多的肢體動作 算是少的 不知道 是吧 我想不會有人捏自己的衝袋 有些是甘芽底毛的 正常人都不會 OK